俗话说到手的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,但股神巴菲特偏偏就是能够逆势操作,震荡中国大陆电动车厂比亚迪,2023年第一季的全球承用电动车销量式占率,几增1.3个百分点达到21%,排名全球第一连续四季位居榜首,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大企业,比亚迪更是连续三年入选,时代杂志更称呼其为全球最重要车厂之一,就在一片情势大好之际, 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控股却再次出手抛售比亚迪股票,这已经是从2022年8月24日首次减持以来,巴菲特连续12次减持比亚迪H股,持股比重一口气从19.92%降至如今的8.98%,到底巴菲特看见了什么,又或是现阶段情势大好的比亚迪,未来仍然是患有隐忧,种种状况都让人非常好奇。 今天这段影片就要为您曝光巴菲特减持比亚迪的原因,可能就来自中国大陆市场的改变,在大规模减薪财源状况中,中产阶级逐渐弱化下,买车的消费力逐渐薄弱,连带将可能使得比亚迪的脚步趋缓。 这得先从巴菲特加速出场的情况来说起,波克夏控股6月19日减持后,其持有的比亚迪港股数量降低到一股以下,套现约8630万美元。 2023年以来,持股比例在半年内从14.06%降低至8.98%,上半年减持手里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亚迪持股,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比亚迪持股抛售过半。 事实上,2022年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销售方面达到186万辆,同比增长152%,中国大陆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,分别为705.8万辆和688.7万辆。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,比亚迪在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,每销售出四辆新能源车中就有一辆是比亚迪的,尤其在试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,比亚迪占据了全球乘用电动车销量是占率的两成以上, 远远胜过特斯拉的16%,今年第一季电动车总销量,更有56%来自中国大陆市场,比亚迪更连续三年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公布的2023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大企业,但这些指标都远远不足以让股神巴菲特看见荣景。 巴菲特执掌的波克夏海瑟威再次卖出比亚迪在港股发行的H股,就在6月19日卖掉253万股,套现约8630万美元,就在在中国各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裁员和减薪的消息下, 这可能意味着工作机会正在减少,导致中产阶级面临挑战,如果工作机会减少,人们的购买力可能会下降,从而对购车市场产生负面影响,工作机会正在快速流出中国大陆,也将导致中产阶级受到伤害, 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不可能继续买房买车,既然买车的市场可能消失,继续压薄比亚迪的意义就不大,这也可能就是巴菲特所看到的真相,您是否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呢?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持续关注中天车想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